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意思 北京周边的几省区主要是河北省 采取一个神秘行动互称河计划 三层什么防护县 没错 保卫首都保护咱们的国庆顺利进行 这就河北人民做贡献的 我没听懂 干什么要平常北京有事吗 就保安 我跟你说连佛山都在这说 你这佛山最近说 挺有意思的 佛山三个月抓获1.4万名疑犯 为什么 保国庆平安 对 怪不得 昨天晚上坐车经过三里屯 没人了 哦 酒吧几乎没人了 那大家都是在准备迎接国庆 对啊 带着期待的心情 对对对对 白天操练辛苦 对 到那天集中 而且我觉得这气氛 它也是这样 你说酒吧呀什么的 这些地方 它跟国庆 国庆你看这阅兵吧 嗯 它是个上午的东西 说说用时髦的话说就是 是个食肉男的事儿 现在不是有一词日本人发明的 叫食草男 嗯 就说这个男孩 吃妇的 哎 不是 就是这个男孩啊 就是讲究 勇武精神 实装啊 化妆品啊 长得就是都挺光溜的 就像邓文涛这样的啊 都长得比较光溜 我也吃肉啊 肉眼很强啊 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吗 就是您的意思 食肉男 代表咱们这个战士勇武的一面 对 而且你看这时候吹出来 不是吹出来 这是宣传的明星都不一样了 对 宣传什么明星啊 瞪眼王 对 徐老师你的眼睛 能眨多长 最最长时间 多长时间眨一次 没事 告诉你咱们国庆阅兵里边的 俩战士 最近成明星了 瞪眼一眨不眨 他们练的七十分钟 七十分钟不眨眼睛 有有有 瞪眼王嘛 俩出来 你可而且咱们这个女兵方队 对 女兵方队 你看这照片也挺有意思 这次大家就聊 这裙子是吧 对 跟导演给看看 那时候裙子非常的这个 呃呃动员 对 你瞧 方队啊 我跟你讲 说起这个阅兵啊 好玩 我再给你看看其他的一些照片 你再看下边 这是朝鲜 这是朝鲜 朝鲜 你注意到他拿什么兵器啊 火箭筒 火箭筒 其实知道 知道朝鲜最近有一项重大的决策 知道吧 是吗 女人可以穿裤子了 哦 真的吗 你不知道啊 这给给给中国的服装业带来巨大的商机 对 来 再看下一张 你看 这是哪啊 这是法国 你看法国阅兵 不是法国大厨 美人肩上扛着个斧子 这是法国 斧头帮 消防队 对对 消防队 斧头帮 对 你再看下一张 好像这景象 哇 你看这大盖帽 基本上你知道是哪个方向上的 是吧 有点像前苏联 或者至少是东欧那边的吧 应该是 他们就比赛脚台的高 对不对 对 你再看下边 所以你说这法国气氛 最近这个 大科奇给人骂嘛 对 巴西人家乐兵士呢 对 在这跟情人 不一定是情人了 就在这 打电话 来跟他老婆打电话 最近萨克奇 人家就静说他 说这个个矮就个矮嘛 对 为了衬托自己啊 讲话在背后啊 找二十个 个子比他还矮的小矮子 显得自个高大 都是他身高一米六五嘛 就是严格限制 这后边二十个背景啊 全得身高一米六五以下 冤了方平了 以前画一漫画 人家反右 说他右派 叫五大郎开店 对对 他那个店里面 全是个子矮的 后来说他是攻击 这个 劳动 攻击领导 说这个 只用外行 不用内行 其实是攻击 马上总统 不过小军兄 这人说起来 兵器 刚才我说了 你看朝鲜是 拿着火箭筒就上下 咱们这个兵器 我得请你说说 这次大家都说什么 T99G主战坦克 中国最先进的 要面试 怎么样的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 阅兵呢 每一次阅兵 应该说反映出来 这个国家的一代兵器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纳粹人钱 交了很多国防费 最后有一个展示 或者咱们说俗一点 量家伙 对吧 但真的都把最好拿出来 对 不得留一手吗 不过真的 这不傻瓜 这不泄露国家机密吗 不不不 这个是一个振奋 就是这个大国啊 是这样 就真是把最好拿出来 你比如说 中国肯定是把最好拿出来 中国49年那一次 咱就不说了 那是万国牌 是吧 那时候咱们没工业 万国造武器 不然会 你知道吗 全是解放军缴获 日本的 德国的 但我印象最深的是 是毛泽东坐在 那个西院机场 那个吉普桑市场 那是历史性 美国吉普 做美国吉普 后来 59年 也就是说 那一次阅兵 比如说 咱们长春的汽车制造厂 解放牌汽车 国产的 但是 我听说开头啊 是万国造的 到后来第二个阶段呢 就开始苏氏为主了 对 就是苏联造的 我知道有几年是骑兵 对 那几千匹白马 对 刷哇哇过 后来再没了 这个景象再也没有 你说那是就是 五二五三 对对对 就是那个 骑兵 抗美援朝 那个阶段 那个中间有过 十一四月兵 就从四九到五九啊 后边的 这个五九 开始是一带兵器的 就是真正的 所谓的国产 其实不是国产 就是苏联给了我们 零配件 给了我们图纸 那时候老大哥 什么都给我们了 而且那个时候 说实在的人 没那个概念 把那些 二战积累下来的经验 也都给你了 然后你就造出来了 一二二的火炮 解放牌卡车 可以拖着这个火炮走 毛主席还说 天上飞机 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了 这就是我们叫做 第一代兵器 哪啊 你觉得当时那个说 开国大典 那个阅兵室的时候 这个飞机啊 充数啊 我们好像说是 只有十几架飞机 然后前面九架飞过去之后啊 又绕回去 充当委队 这样给外界 可以说二十七架飞机 那是怕蒋介石轰炸 哦是吗 那是就是演练的时候 是那么绕 然后那边 因为蒋介石特别生气嘛 在台湾说 要炸这个 他就那个时候 还没有全国解放 四九年 就是说要给他破坏 后来咱们说 怕他飞机来怎么办呢 就是说 多飞几圈 显得就演练的时候 然后消息传过去 那边说 哎呦他们飞机不少 其实当时蒋介石人在广州 你想那一天 对 他什么心情 对对对 所以其实跟兵器好坏 没太大关系 对 最振奋人心的阅兵是 还是四九年那次 对对对 那是建国嘛 对 就是但是五九年呢 当时有一个 因为这个每一次阅兵 跟咱们的历史风月 都有一些和 就是 这有点意思 咱去下广告 听小军念的念的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小军 各位树立树立历史 装备的历史 就是五九年这一次呢 是咱们 因为 因为抗美援朝战争一打 咱们就发现 不是完全的革命化 就能打败现代化 因为光靠精神不行 就跟美国一对 于是呢 咱们就 当然就跟苏联有一个 因为我们等于在那 给递了同名状嘛 在朝鲜 给他地缘政治上 给苏联挡了一下嘛 于是苏联在1953年 给了我们156个项目 实际上实施是150个项目 就是44项军工 106项民用 其实民用里边 包括钢铁厂 也是跟军工配套的 这样的话到五九年 就赶出来的 就是那时候人 都确实很厉害 就赶出来一批 国产的汽车 解放牌汽车 火炮 五九式坦克 然后就 哎呀 那个人就很兴奋 但是五九年的时候 当时台湾 叫反攻大陆 知道吧 那个时候 就是 美国人也 曾经就是说 是不是要用核武器呀 什么 反正总是 那个时候很紧张 那么 后来呢 到了84年了 就接着五九年 完了一下就到84年 84年 全是国产化了 对 国产化的 但是咱们就 那个时候 由于军众工 就全做军工 所有军工 那个时候你想 五九年的时候 我们是六万台 金属切销基础 但是到了79年 我们是250万台 全世界第二 第一个是苏联 就是所有的精力 投在军众工上了 但是我们要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的时候 我们得先量家伙 就是说我们不搞军工 开始做手表自行车 风软机 冰箱 踩电洗击了 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也得有防的东西 于是84年就亮出来了导弹 战略导弹 其实战略导弹什么 五九年是你进我们家 我能打你 就是我这坦克呀 什么火炮 啊 84年亮出来 就是我不在你进我们家 我能打你 我还能还手 就那个战略导弹 最远的是一万公里 可以打到美国 叫东温武 当然还有潜射的导弹啊 就84年全都 那个是外国人报道的很多 然后到了九九年 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 那是偶然事件 对 跟阅兵不是约好 对 这是偶然事件 就是说 呃 他也是巧了 反正 当然还有李登辉啊 闹台独什么的 我们再量说的东西 不但我可以打你还手 我来打得更准 那个就是所谓东风三十一的那种导弹 就那个很光的那个桶子 一个汽车拉的 这次会有什么最新的导弹 这次不知道 这次反正现在都保密啊 阅兵村也不让你看 呃 晚上演练的时候 反正 就是飞机是歼10 我听说 对 那个歼10 原来就亮过相了 关键外国人 现在外电关注的 就是你是那个什么导弹 对 就是战略导弹 就是你能打他们家那东西 对 哎 他前面的那都是花絮 他们最看最重的就是后面那东西 就是青岛的海上阅兵 好像我们也把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亮出来 对 他们乱拍照了外国人 对不对 对对对 就很很奇怪说 怎么这么保密的东西都拿出来给我们看呢 就这样 哎 徐老师这问题也是一个不懂的人常问的问题 就是说 是咱把咱能打你们美国的 也不是美国 能打洲际导弹 亮出来了 对 可亮出来不就让人家知己知彼了 咱不得藏着点什么 不不 不用藏 这个东西亮出来的是必须的 亮出来之后 再谈 你比如说 呃 我们肯定是不允许台湾独立的 嗯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跟美国谈的时候 呃 如果台独啊 我们要动武 这个时候动武之前 我们就要让美国 你不能让台湾独立 对吧 如果说你没有能打到美国的东西 那谈的就不一样了 那你的意思说 咱们不上天安门广场转一转 美国人就是不知道 不是 他也知道 也知道呢 但是 但是给你亮家伙 亮家伙 我就不懂 我我我我 我就不懂了 这个要亮出来 嗯 苏联 俄罗斯是一千 嗯 美国是八百 嗯 中国是三十 这这有什么好亮的呢 中国这个数字不准啊 中国这个数字是西方人说的 那就最多就是五十 对 但是不一样啊 因为他们两边当时是竞赛 没用 要那么多 那东西有两三个打你就完了 对 当时他们是为了比 最后现在不是都没钱了 嫖了 开始削减了吗 没得为接付和奥巴马 你真认为阅兵是为了外交的需要 不是为了内政的需求 内政需要最重要 内政需要是第一位的 是吗 对对对 因为你看有些国家他并不阅兵 因为他这个国家不是靠自己的生命和鲜血 拿回来的 所以他就不阅兵 他这个国情不一样 的确看法都不同 西方有些人会说 中国你搞这么样的牛的阅兵 是炫耀武力 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阅兵 这一次 肯定是最多人 最费 最多钱 最大规模的阅兵 但是那天我看一分析 就说美国很少在那个independence 就是独立日 搞这个阅兵 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说就有很多 按说美国呀 他这个爱国主义教育不亚于咱们的 我才厉害 阵亡将士纪念日 他这多少老兵 开着几十万辆摩托车 叫雷提万军 老头家里门口星期天就挂一国旗 对 但是为什么他不搞阅兵 说这有几个分析 一个分析呢 就说美国这个国家呀 他对于这个军队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的作用 一直很警惕 就他们有一种看法 认为呢 如果军队声威太高了 那么这个军的军方势力必将影响国家政策 所以他们对这个很警惕 然后呢 再一点呢 人家讲了 说美国呀 是一个讲实力的国家 他更愿意通过实战 体现实力 说比方说 美国这个立国以来 二百多次海外用兵 特别是冷战之后 冷战之后 他海外用兵三十多回 比冷战十七 海外用兵还多 对 你看一次一次打 他通过这方式阅兵 让你知道 他弄两航空母舰 把人家一个国家政权给搞掉 全程电视转播 他哪有谈问和谐社会啊 咱也不真的打 你看看 他那个好像也是阅兵 他都定下时间 几月几号几点几分 我开始以为他瞎说了 哪有说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开始 半个月前就告诉你了 然后真到那个时间 就发导弹了 他每天都在阅兵 全世界 他每天都阅兵 每天都阅兵 我觉得前面那个讲是冠冕堂皇的说法 后面那个才是实际的 因为他通过实际都已经存在了 但是西方国家也有不同策略 比方说法国爱面子 他就是喜欢阅兵 每年法国的国庆节 马赛区 凯旋门 乡舍礼卸大盗 坦克 轰轰轰的开过去 旁边 旁边LV总店 发抖 真是没办法 那个街是最浪漫的那条街 坦克每年照开 那些法国人照样去说 德国没得越 德国你一越 令人想起 那就是习特勒的时候 日本现在没得越 对不对 小国阅兵很多 对 有些国家阅兵重要非常 比方说 什么什么 那个叫斯里兰卡 对对 缅甸 还最著名的北朝鲜 对 不得了 对 他这个看法啊 也不一样 像你说的法国的那个 基本上是一个公众人物的party 全国的公众人物 臭心 萨克基在那 不定跟谁打电话 对 他搞这个 然后女的都穿着那种Jazz 对 他下面有个 等着那个坦克过来 基本上像法国厨师检阅 但是他被雷帽 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规律 其实有一个共同点 包括苏联的阅兵 现代俄罗斯阅兵 就是 基本来说 从二战以后的阅兵 都这个比较强调阅兵的国家 都是被人侵略过的 后来把人赶出去了 然后我来阅 你比如法国被德国人占领过 苏联也被德国人占 然后又被他们打出去了 是吧 还是他说的对 就是说我们国家这个独立 今天有这个解放 是靠我们军队 对 有这么一层纪念意义 对 这个日本德国呢 那是打人家 那个耻辱日 所以他们就在亡灵面前去攻 所以他也是一个纪念 像你说朝鲜这种阅兵 他也是在宣誓 他这个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因为金正日 他最好是抗联的 他是抗 因为当时朝鲜 半岛是日本的 那个殖民地嘛 所以他就是 在 虽然他在东北 往往回打 往回打 往回打到朝鲜里面去 当然 那个时候主要还是因为 美国人啊 苏联人啊 当然还有我们的抗日队伍 把日本人打败了 当然他们也打了一点 他有这种就是这个国家 是我们靠鲜血夺下来的 但是你知道 这也很反讽的事情 法国在二战当中 你说他的军队起了多大作用 他先完蛋的 先投下的 对不对 像那个丹麦还说 为了我们城市很漂亮 我们马上投降吧 真正抗的最顽强的是英国 对 可是英国现在不阅兵 为什么呢 我发现一个原因 跟城市规划有关 对 他没一条大道 对 没事走 你伦敦呢 你叫他怎么约呢 对不对 那太武师和尚 签在小骨头里 他那个 白金汉宫前面路的 法国那个就是 为的阅兵来的 英国要游起来 就叫散兵游泳了 对 像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他有些人 把这玩意大阅兵 看成是一种军力 可是我发现 他在国情不同 那么中国老百姓 我觉得基本上当春节晚会 好 怎么有一个大仪式 你这个更像春节晚会的 我觉得是印度 这个印度阅兵啊 你刚才讲这个兵器 我发现有 他很有意思 你看 像说是这个 咱们国家早期万国造 那都是缴获的 对吧 印度啊 到今天也是个万国博览会 对 他但是他展示的是 他买的 什么美洲报直升机 对 或者说米格战斗机 他买回来的各国军火 对 他也要几种展示 但是呢 气氛上跟咱很不一样 说印度这个阅兵啊 基本上也不讲究 这个走路步伐 整齐划一 就像街头散步 而且呢 这个士兵还可以随时走出队列 跟旁边的群众握手 对 聊天 聊聊聊 聊半天 然后还买门票的 你知道吗 几十卢比 买门票 因为他就是当一个春节晚会 因为他没有那种庄严感 是印度实际上 他是靠甘地 非暴力不抵抗 就是 武力不是他选要的 就是别人的殖民者 占领的 不是他用血和生命赶走的 是英国人 对 他后来只是他肢解了巴基斯坦 对吧 把孟加拉肢解了 打了一个胜仗 第三次 他现在是因为跟巴基斯坦较劲 发战军火 现在又留点中国 最感人最感人的阅兵 那就还是红场上那次 对 那坦克开在广场上 就是弹坑啊 对 那坦克是在弹坑里 怎么 这么开过去的 就是一年十二月 这个 这个巴巴罗沙行动 对 你现在回头看军事史 这是小事情造成的 是因为南斯拉夫那边捣乱 对 一捣乱以后 德国呢 他改变计划 先去改了南斯拉夫 巴巴罗沙计划 推迟了一个月 现在是六月二十二号 要是他五月二十二号 要是他在一个月之前 在十月革命 一个月之前 兵困莫斯科的话 这个世界今天是怎么样 真的就很难说 所以世界上偶然 你说俄罗斯啊 俄罗斯现在搞的那个阅兵 他们就说 也是家底都掏出来 掏出来 最先进的 划全给你亮 而且你知道 他搞什么 最新的听他 我听他们讲啊 阅兵 他奏苏联国歌 就苏联的这个国旗 就举出来了 你知道吗 这反映他们内心深处啊 我一直不太了解 俄罗斯人 他们对他这个事怎么想 他现在前面还有一面旗子 他很在意这面旗子 就是普京上来以后 原来有 现在这面旗子拿出来 就是插在 德国柏林议会大厦上 攻克柏林的那支 攻克柏林那个部队的 那支部队的旗子 其实你知道 我那天还看到一出 说什么 普京曾经在一个会上讲 就是说他认为 前苏联的这个解体 是他们的最大的 本世纪还是上世纪 最大的失败 就是说你知道吗 他们心里耿耿于怀啊 就是对于他这个 前苏联的这种 大帝国的这种辉煌梦想啊 因为他走的 普京他现在走这个路 跟当初列宁的想法 是很不一样的 当初列宁是共产 国际共产主义的想法 批判沙皇的沙文主义 所以叫加盟共和国 所以其他国家 他不把他们合起来 只要大家尊重 中国也学的这路子 中国不是很多自治区吗 不像美国 美国是什么 他根本把你 只有一个民族 就我们美利坚民族 他哪会 哪一个路易斯安那州 给你黑人住 哪一个加州 给你西班牙人住 他给你西班牙 不给你 全部一个效忠 所以这个世界上 两种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 列宁这个是非常理想主义的 结果呢 垮了 对 都垮了 所以今天很多老苏联的 老共的那些人心痛 他心里多点 你看他们那些 就是俄罗斯军方 有一个一句名言 就是无论俄罗斯 多么贫穷 都不能让人觉得自己软弱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列宁当初还是 尼布楚条约 怎么怎么不好啊 他就非常理想主义 所以我就吹了一三点